帅不帅 你们就说我帅不帅 其实不大是我咋的 然后人咋的这都帅 为啥呢 好面太漂亮了 昆明人最羡慕青岛人的地方 怕就是因为人家住在海边了 每天对着海面深呼吸 所以啊 我们大老远跑到青岛旅游 目的地之一就是 好好的认真地看海 很明显 青岛也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 所以大部分必打卡的地标建筑 都搭配了看着就让人高兴的海景 身后是青岛百年战桥 我身后是青岛的奥藩中心啊 这一侧呢 是五四广场 所有人往这一站都知道我在青岛 在青岛看海还有一种方式 坐船出海 但这个天气 它怎么说变就变呀 有句谚语是怎么说的 大海哭喊脸 一天变三变 天师和团友们才坐上游艇 海面就开启了蹦地模式 天师这个老玩友 有点头晕 但是看向旁边的团友 大家心情不错 旅游的真谛就在于 从不同的经历中收获快乐和增长见识 所以暂别大海后 我们还要去见识青岛的另一面 青岛了嘛 是一个哪哪都是景的城市 这个城市你看 我现在走在街头 这些小栋小栋的房子 称托的青岛更加的美丽 青岛的街头留下了很多欧式建筑 古老的房屋和高大的树木相应城区 形成了青岛独一无二的城市风格 青岛是一个古老的城市 它也是一个现代的城市 现在呢我就随着咱们青岛年轻人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集市 去逛一逛走一走 来 具有青岛特色的文化山 哇 这个叫山药豆 我来试一下好不好吃 很香的 说实话我也没吃过 它是种子吗 青岛还是果实 这是果实 山药豆 青岛人喝啤酒啊 跟我们还不一样 这机器 全是出鲜皮的 你看原浆的各种水果口味的果皮 你就现在拿什么瓶子呀 塑料袋啊 就这样一接就可以喝了 它就是像饮料一样的 这什么口味的 青苹果 青苹果 青苹果口味的 没喝过 来一次呗 那你给我拿什么 拿塑料袋吧 好 塑料袋喝啤酒 可好玩了 平时你们都这样喝吗 对 青岛特茶河下肚 天师感觉和山东的距离又拉近了 接下来要去哪玩呢 之后告诉你